嚟死定常 部長請 本期很難得說,在交通委員會會缺席 昨天沒有來開會,因為本期去登記 他當時我電視一看到,夜匡時我沒有在那裡就開始在那三百歲學不會講 今天真的你看,今天大家都在問了 你明明這個桃園機場這些也都事實嘛 這出包這事實,你不悉心檢討,你還在怪說媒體太多了 就像之前有一個人說什麼太多了太多了,不好意思講 夜匡時這樣講話你覺得得體嗎? 不過我覺得可能是大家把它做不同方向的解讀 其實我剛剛也報告過,它要反映的就是說相對於其他國際機場 媒體進入機場是要個案申請通行證 在我們台灣的桃園機場是發了這些通行證給記者 它24小時隨時可以進入了 所以像這樣一個差距的話當然就使我們桃園機場 相對來講媒體這種曝光的這種強度會增強很多了 它只是反映這樣一個反差 但是呢像這樣一個已經是繼承的一個狀況嘛 所以我想我們對於這樣一個事實 我們也把它當作是一個更強度的一個鞭策 我們趕快來把該改善的改善 所以我們目前的重點是趕快把改善工程 讓整個桃園機場能夠在一個比較正常情況之下 再來力求精進 我想它基本上 基本上背後反映的是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照這樣邏輯再要改善的話 我跟你說啦 沒菜齁就差沒飯 你如果沒有這些問題 媒體也沒有材料報道 所以我覺得那你要改善的話 那你就把這些的記者全部限制 就不要讓他們進去報道啊 我想我們不會這樣做 不會這樣做 我們只是相對於其他機場 我們被人家監督的角度更強啦 有問題正常的 但是就是遇到問題的一個處理的態度 是是是 我覺得今天不管是民眾或是媒體在投書 報道的話 反而是給我們行政單位一個體力 我們應該要感謝他們 因為他們幫我們突顯出 我完全同意啦 有些這些問題我們常常 但我們自己本身我們會忽略掉 他們提出的這些問題 不管是齁 這個大大小小 譬如說老水也好啦 這個齁 車去撞到人人去撞到車啦 這些問題 這個我們應該 細心檢討 應該感謝 我完全同意 我完全同意委員的看法 你感謝完全同意的話 那葉光使昨天講 沒有我想他只是報告說 有這樣一個反差 所以我們出現的機率會比較高啦 我覺得這個葉光使要稍微把他儲吻一下 把他送到台東去管訓一下 那今天 去考慎 好啦 這個齁 我覺得說真的對媒體 媒體的報導 這個的確是對我們行政單位來講 有些是會有些難看 是壓力啦 是額外的壓力啦 但是這個壓力 基本上應該是把它當作一個正向的啊 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完全同意 是 好 那回來 這個 花蓮港 來來 花蓮港 這個東部 東部 保長啊 這個 最近 蘇花公路都在 這個改善 對 只有一天齁 這個一天大概只有 通行三次啦 通行三次 對 但是 我們最近也看到 很多在跟我們反映說 現在晚上 很多 這邊的蔬菜 水果 花蓮台東的蔬菜水果 要北映 你五點半才敢開放 結果 算得到的時候都不會付錢啊 上部之外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花蓮看報紙 是中午才看得到呢 對啦 這個我想對這個造成不便 我們要抱歉啦 不過基本上我們是在鐵路方面 我們是有配套啦 貨運的部分啊 貨運部分也有啦 我們也有通知花蓮縣的 像這個 這個 這個 運輸工會啦 對 蔬果方面的合作是 但是現在他們就是一直很 你從下午七點齁 下午那一班齁 那個停 那個 通行齁 一直要早上到五點半 對啦 跟委員報告啦 但是我們就 據我們大概有一些人實力了解 晚上你沒後沒時間啊 我們基本上是全面在施工啦 沒有啦 我想就是說 以三班 他也是做到十二點而已啦 三班方式在 能不能再增加半夜的時候 給這些 我想半夜是有危險性啦 但是 因為這些的蔬果 你如果說 照你現在五點半通行 而且一通行的話 大概都要等兩個小時齁 要擺兩點前才有辦法過呢 我想 我想第一個啦 就是說 夜間通行開放 我想這個是 增加危險度啦 所以我覺得在安全的取捨 情況下 我們寧可 晚上不要開啦 慢慢的開 注意一下 我想這個 對公路居然壓力太大了啦 出狀況到時候 他們話又講不清楚 然後白天開放三次 最主要也是因為 他剩下來的時間 他要全力趕工啦 你現在你是施工到十二點而已嘛 你現在施工是到晚上十二點啦 晚上那個地方齁 白天我們都 都膽戰心驚 不要講晚上啦 沒有啦 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在那個地方 協調一下 或是你五點半 看時間能不能往前提吧 沒有在那個地方齁 我們可以講說 白天我們都用 甚至用墓室 在天候比較不好的時候 我們用墓室都在看 晚上墓室沒有辦法看嘛 所以這個 如果到時候出了狀況 這個賬要怎麼算呢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當沒人的這個難口就是 我們充分了解 明明曉得說 這個很危險 但是大家也是想要面 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 所以我們安排鐵路嘛 所以它那個 蔬菜我們也安排鐵路 它可以用平板車等等那些 事實上以前也 以前也操作過嘛 有啦 這台風的時候有操作過 其實齁 不對 我今天來談這個就是 因為如果說 白天要增加這個 開放的時間的話 這樣的話我們工程又延後去了 對不對 這個我們跟公路局 我們再討論一下齁 這個看能不能適度的再有一個彈性 針對送爆車 一些蔬果的 車輛讓他們可以準時的 齁 因為不管是什麼車過啦 我同樣要停工啦 這個不是什麼車過的問題啦 晚上你也沒有在 十二點以後 沒有我想晚上基本上 我個人是反對晚上開放啦 因為我可以講我們公路局的同仁 現在碰到雨天 他們的工作量已經是超過緊人的啦 部長 我要體諒我同仁啦 部長 好我現在回歸來討論一個問題 未來蘇花公路 絕對齁 這樣的現象 只會多不會少 因為你如果再進入這施工期的話 而且這崩塌的速度 比例會越來越高 其實基本上是跟我們現有的道路是分開的啦 所以基本上是跟現有道路 但是現在的現行的這道路 如果我們開一段 你當時要幫 除了說1115那邊齁 1118那邊那時場在灘 其他地方我們看也都岌岌可危了 有沒有思考過一種方式 其實我們一直在講說所謂的藍色公路 咦 我們如果是說要鼓勵 用一個巡頭 大巡頭 這些船 這些齁 我們藍色公路的機會本來就開放在那個地方 過去可以講是 速度常識各種各樣不同的方式 但是經營上都有困難 因為台灣的海象全年 真正有把握的試行大概四個月了 勉強到六個月了 所以說你等於說是 通行半年然後就要養一年齁 這樣的市場其實是很難維持了 那如果說今天的燭那如果說用比較大大的 齁 用幾萬棟那種的 我們現在頭大巨還是小貨車都可以開進去 車子都可以開進去 那一開進去 那個也是市場機制 那個渡輪那個 你看日本的渡輪那個船 那個小車進去 因為它日本渡輪基本上他們 很多是在內海裡面行駛 內戶內海等等 像那些狀況好掌握啦 那但是你說這樣 有沒有評估看看說 因為我們現在面對蘇花公路的 隨時在斷路的這種情況之下 用這個藍色公路來取代部分的這樣的 這樣的公路 那個機會開放在那邊嘛 只要市場真的有需求 經濟上可行 民間是可以來做的 民間那可以啊 但是這樣的做法 可能政府的政策上面要有一些鼓勵 甚至一些優惠 甚至一些補貼的一個方式 鼓勵民間來做嘛 我們認為最實際最快的方式 還是用盡量調整鐵路做配套啦 你鐵路我們現在台車這麼多台而已啦 台車幾台好窄啦 現在也沒有完全使用啦 真正如果說路斷掉 真正如果說要使用 因為你剛剛講的這種蔬果運輸 你用海上運運 運到菜也爛掉了 它那個速度很快耶 那個開到蘇澳 那種船大概一年只能跑三個月啦 那種船大概只能跑三個月啦 不只啦 不只啦 那大台就不是 小台的說 在那裡三個月 是不是評估看看 你要開那麼高的書 因為喔 百項標準是要很高的啦 平常先講啦 來 叫中 我們這個花蓮 花蓮 這個花蓮港 當初也是十大建設之一吧 是 對 但是你看這 當初蓋那麼大 我們現在也閒置使用力 使用力多高 你看 現在使用力大概百分之三十多一點 對嘛 你看花蓮這幾十年來 也蓋了那麼大的港口 有那麼大的機場 結果使用力都相當低 那 最主要原因就是 沙石的部分 那這兩年是 那這幾年的那個呢 我覺得除了說交通運輸的以外 其實另外比較 就是所謂的休閒 郵輪 今年來幾台啦 今年預計是九台 九台啦 對 那 的確這一台郵輪來 帶了一兩千人進來 那對 雖然說他們都停了 停半天一天 半天這樣 泰魯閣還是對小小走走 然後人又走了 但是 畢竟一兩千人同時進來的話 他所帶來的商機 對地方來講也是 不無小補啦 是 所以 我們有沒有什麼鼓勵的措施 讓這些郵輪願意來停花蓮 我們那個 一般來講 那個 他的拖船 拖船的費用 我們會給他打折 然後 有一些營兵的措施 啊問題是每次 他們 他們要 他們要到花蓮停航的時候 為了等待入關 你看 要等多久 等點多久呢 那入 入關的部分 像移民 移民的手續 在船上就做好的 啊 入關這些的 但是有了 他們有時候 排到出來 從船 有時候要一個多小時啊 他們保 時間那麼保管 這個速度 能不能說在 協調其他移民署啦 這個防檢級 等等這些單位 我們用比較快速的 能讓他們通關 移民的部分 那邊是沒有耽誤的 沒有啦 你就有那麼多單位嘛 那個單位就是 他也不管你哪一個單位 就是我從 我從船上 一直要到 岸上 要經過一個多小時啊 大家排在那裡 排到屁面去 啊你排在那裡 一頭這樣 一頭車子的啊 因為 有時候回到路後 跟委員報告 因為他 靠了碼頭以後 還有很多下船的措施 那個 那個 下船的梯子要放 讓他繫好攬繩 船穩定了以後才能夠下 那個是 那個是船的問題 那個是船的作業時間 我是說 我們的行政措施的部分 能否再跟他更簡化 更快速 讓這些遊客來 可以快速通關 趕快到他們 你想要看的景點去 再回來 目前已經是這樣子 因為很多 幾乎所有手續在前站 或者在船上 就已經做好的 那問你為什麼到現在 還是等 等那麼 那麼久的時間 啊你現在那個後船 是你們先用的 怎麼樣 因為船 有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 下船的速度 他就需要 需要一段時間 下船下來排隊 你那一個 光是搬那些時候 就 就要等那麼久 不會排隊啊 他一下來就 就上遊覽車了 哪有 他們那個 那不是還要一個 蓋一蓋那什麼章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是在船上就做好的 下來就直接上遊覽車 我們現在 對 但是他們這樣下來 在那邊排隊在等待的時間 你看 也沒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啊你們現在不是做一個什麼 檢疫的這個後船 後船室嗎 對對對 讓他們那麼小 千多人 千多人 千多人要出去 有時候你也會說 小瓜 有一些便通 遇到天后 太熱 或是怎麼樣 也給人家感覺舒服 人家到那邊很像難民一樣 有的便宿也不高啊 那個只是通過需要 需要有一些通關的手續的時候 在那邊坐一下 然後坐完以後 就直接過去就是上遊覽車了 對啊 但是你看他們在等待的時間 一兩千人在那邊等 有時候要找一個便宿就沒有 裡面有廁所 整間你還想說這麼多人 我們來排便宿 人家就排了幾百點 能夠在船上做的手續 都已經做完了 現在人的生理需求 也不見得說 船上 這個就可以完全解決啊 對不對 通關服務站裡面也有廁所 啊有廁所 我就跟你說有廁所 當然有 你那幾間啊 你現在幾間廁所 只有男廁學你廁 對不對 一下子那麼多人要 一下子那麼多人要使用的時候 否則你也說掉一些 認識的來 好不好 這個我們可以考慮 好